继续讲刘昭华的故事 大结局 刘昭华被捕之后 曾经有焦点访谈 经济版本视等节目 都做过刘昭华的传递节目 但是因为正在审讯的关键期 任何媒体都不允许公开采访刘昭华 所有的拍摄和提问 都由一名化名叫做阿光的侦察员来代劳 就在这种关键时期 一位女记者被格外破例 允许对刘昭华进行面对面的访谈 为了不暴露这位女记者的身份 阿光在给刘昭华进行介绍的时候 说这位女记者是来自公安部的胡处长 刘昭华听后 她的反应非常的耐人寻味 她笑问这位女记者 你是公安部哪个处的 女记者没想到她会这么提问 一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只好反问她说那你猜呢 后来这位女记者回忆说 当时的刘昭华眼里露出了一丝得意和脚下 她说要我说 公安部缉毒局的领导来过 省厅缉毒局的领导也来过了 现在再来 那你肯定是要搞宣传报道的文字记者吧 所以由此可见 这个刘昭华的敏锐度和判断力 确实是不容小觑的 在这位女记者的采访之下 刘昭华呢 边回忆边描述了 她对陈炳熙啊 谭晓琳等人的印象 她说陈炳熙 51岁 1米73的个头 普宁人 偏瘦 外号老四 道上的人都叫她四个 早期呢 是靠走私香烟炒外汇发家的 她早期也吸毒 我曾经要求她强制性戒毒 她本人基本上控制着南亚冰毒和海洛因的市场 在东南亚有毒品销售网络 她为人豪爽 大方 交际很广 但是没一文化 然后刘昭华又说起了谭晓琳 谭晓琳40多岁 外号小明 中等身材1米73的个头 四传人 她跟陈炳熙认识是通过罗建光介绍的 她主要是负责提供海洛因的 我本人跟她也没有什么身交 大概见过五次面 其中三次在浦宁 两次在广州 都是1998和1999年间的事 然后又说到了这个罗建光 这个罗建光外号阿光 1米67 瘦 普宁人 刘昭华说 他是我的司机 交际很广 高中毕业 在广东贩毒圈子中算是比较有文化的 然后刘昭华说 这其中罗建光一直是陈炳熙的马仔和司机 由于陈的普通话不好 不爱跟人打交道 所以生意上的打点和应酬 都是由陈授亿 罗建光来出面完成 后来在转战银川之后 罗建光便一直跟着刘昭华 在2006年的6月26日 刘昭华在广州中级人民法院 接受一审审判 申请旁听人数却超出作息的6倍之多 其中不乏药业和化学科研机构 以及很多国籍式产毒大国的人 为了安全起见 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不允许旁定 及不公开审理 甚至连直播都没有 原因是为了防止他的制毒方法 通过庭审广泛传播 最有意思的是 在审判中 刘昭华给自己做的是无罪辩护 他说他自己生产的是 盐酸左旋甲基本病案和盐酸右旋甲基本病案 这种化学中间体 大家还记得他被抓的时候 就拿着一本关于化学中间体的书 然后他说他做的是化学中间体 而不是刑法和禁毒法中 所谓的冰毒甲基本病案 不得不说 刘昭华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继续想方设法 给自己开脱罪名 这种心态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而他这一狡辩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 因为成分名称的不同 在刑法和嫉妒法中被刘昭华钻了空子 确实让法官对判定刘昭华有罪上增加了很大的障碍 但是在2008年的6月25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刘昭华的上诉 维持了原判 最终在2009年的9月15日 刘昭华被执行了注射死刑 结束了自己比戏剧还要戏剧的一生 刘昭华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到今天就讲完了 这个电视剧猎兵还在继续演 所以如果你听完了整个刘昭华的这个故事 你就会发现编剧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还是谨慎了许多 不但在黄公伟这条线上谨慎了许多 在警方这条线上也有很多的保留之处 所以现实真的是远远比电视剧要精彩的多 刘昭华的这个故事 如果让国内的剧组来拍还确实不好弄 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由像网飞这样的公司 然后找韩国的公司来制作 在韩国的网飞去上映最合适 在咱们国内拍的话 那确实是很多的内容都没办法写到剧本里